这是航空史上教科书级别的水上迫降 155人在208秒间奇迹生还 2009年1月15日 全美航空1549号半机刚刚升空 突然被一群加拿大黑雁撞出了两次汗 引擎瞬间失去动力 乘客也感受到了强烈颠簸 纷纷自处张望 集成人员立即走出来安抚 引看发动机失去推力 萨里意识到出了大问题 但他异常冷静 先是打开点火器 发现毫无作用 由于片刻他又打开辅助动力装置 机舱电源这一载缓慢恢复 人后的吩咐副机长快速查询双发停车解决方案 萨里则紧急呼叫总裁 地面人员即刻启动应急方案 通知萨里返航降落 并调度塔台所有飞机停飞 但此时的萨里非常坚定 飞机高度已不足1000米 根本无法返航 唯一的下侧就是迫降前方的哈德逊河 附加震惊地看向萨里 指挥人员还在持续协调最优法案 可萨里不能有丝毫时宜 他当即发出广播 乘客们大惊失色 空乘立刻急声喊出指令 过降在即 指挥人员又突然通知萨里 已协调到了一个更近的降落位置 几秒后1549的雷达信号消失 他们深感不妙 立刻通知附近的机组人员准备救援 对于飞机来说 水上迫降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 虽然理论可行 但在实际操作时 飞机与合面接触的瞬间 必须保证机身首尾角度的精准度 稍有偏差 就会导致机翼断领 飞机解体 后果不堪设想 在此之前 还从未有过任何成功的水上迫降案例 指挥人员近乎绝望 只能祈祷1549航班平安降落 飞机越飞越低 这时期911后 第一次见到飞机横穿街道的场景 和飞过曼哈顿的繁华区域 穿过林立的写字楼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从911的噩梦恢复过来 见到此般情境不自觉的心头一惊 而萨利则稳稳的驾驶飞机 朝哈德逊河靠近 随着飞机的高度持续下降 乘客们也不再慌张 有人发着信息向家人告别 有人主动保护着身边的婴儿 有人在向身边的亲人传达最后的安慰 一架再买155人的飞机 马上就要水面迫降 机长萨利一动滔动赶 将飞机从繁华区上空 调转着哈德逊河 现在离河面只有70米高 萨利努力让机身平衡 一旦降落角度有丝毫偏差 飞机就会断裂解体 机身稳稳 巨大的阻力队撞 让机身承载着剧烈的冲击 但它没有接体 十几秒后 1549号奇迹般地停在了哈德逊河上 全机人员平安无语 但来不及反应 危险再次来袭 冰冷的河水冲进机舱 很快淹没着闲舱 萨利飞坏走出 喊出指令 空机立即打开了 紧急出口的救援器垫 在人群慌烂的撤离中 萨利仍不忘提醒乘客穿衣保暖 因为此时正着寒冬 加上河面和风俗的影响 将给人们等待救援的过程 带来极大的挑战 人们陆续跳到了救援的气垫上 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待救援 万幸的是 海岸警卫队发现了他们 第一时间出动多条渡轮救援 一个个警察从直升机跳入冰水 还有立即到位的消防员和医护人员 无数个媒体和纽约市民 不管是不是负有职责 所有人都奋不顾身地加入了这场营救 而此时的萨利机长 却向不断进水的机舱尾部走去 冰冷刺骨的河水已经没过他的腰间 他又确认没有遗留下任何一名乘客 直到确认无误后 机长和空乘人员最后跳下了飞机 我们知道救援时间 就是决定生还者的黄金时间 在惊心动魄的20分钟内 群机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成功破线 而从1549航班遭遇鸟机到失去动力 萨利机长凭借自己的经验技术和精准判断力 只用了208秒就完成了水面迫降 拯救了机上155条鲜活的生命 而这背后关系到无数个家庭的幸福团圆 萨利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该事件也被称为哈德逊奇迹 仍然迎接这位英雄却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百般刁难 他们认为在当时的风速和高度等因素下 完全可以返航降落 而萨利初此下策把飞机迫降在河面 就是让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置身险境 甚至委员们怀疑是不是萨利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尽管萨利和副机长距离力争 但毫无作用 因为审查所得到的数据显示 在鸟机过后 左翼的发动机仍然持续转速和推理 他们经过无数次计算机模拟 1549航班都可以平安返航 一次次的审核和不利数据 搞得萨利身心俱疲 甚至质疑起自己的专业判断 他开始神情恍惚 甚至出现了飞机撞毁大厦的可怕梦境 如果这一切真的是个错误 萨利不仅挽劫不保 失去他一生的航空实验 还会成为全米国的笑柄 那时的媒体会说 拯救了155人的英雄机长 却要遭遇飞行事故审判 委员会的成员质疑萨利的专义和判断 根据他们的计算机模拟数据 推算1549航班完全具备动力返航 萨利的水上迫降 不仅是全机乘客的性命于不顾 还致使航空公司蒙受重大损失 好的公道自在人心 机程车司机和酒吧老板 都说萨利是全年最振奋人心的英雄 在萨利上节目前 为他化妆的女孩献上一问 表达他母亲的感谢 就连萨利下他的酒店经理 也要拥抱一下表示敬意 所有来自陌生人的鼓励给了萨利勇气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决定 没有会对机长这个职业 和所有飞机上的乘客 这一天听证会马上开始 萨利深呼一口气 坚定地走进会场 委员组先是播放两组模拟飞行演示 其中飞行的高度和风速 全部按照破降当天的数据进行 结果可想而知 无论选择附近的哪个机场破降 两组机长均能成功返航 看完演示结果 委员们竟然还提出不礼貌的质问 但萨利丝毫不慌 因为委员组忽略了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 紧接着萨利问道 这些机长花了多长时间 来准备这次模拟演练 委员如实回答 众人一片哗然 原来调查组还原了 所有当天的数据 却没有把人在面临突发状况时的 反应时间考虑进去 机组模拟演示 均是知道了一系列参数后 采取的固定操作 而这里欠缺了被突击后的思考 设备检查 乘客安抚等一系列时间因素 最后委员组采纳了 萨利机长的观点 果然这次的演习结果完全不同 两组人员全部撞着路障 击毁人了 目前调查组无法证实萨利的操作失误 他们最后提取了迫降当天的机舱录音 将所有人再次带回了空难现场 我一旦在一旦 我两个人都在一旦 我两个人都在一旦 有两个人都在一旦 我们开始 我开始 3.5 p.m. We are unable, we may end up in the Hudson. 500 科目 科目 T cerca Flapsお T bucket Radar contact Flapiman Flatigen Flatigen re hundred and seventy knots 在学末录音里 萨利机场的声音非常镇定 它平稳有序地操作每一个步骤 仅仅用时208秒 成功迫降哈德逊河 拯救了155个生命 同样他用了人性必须的35秒 去阐述自己的正确判断 委员组最终认定萨利操作无误 人性不是冰冷的计算机数据 更不是按部旧班的飞行模拟 而是面临生子攸关时 无惧的信念和勇气 虽然萨利机场是个严肃的人 而在整部影片中只有一个笑容 让人情不自禁地跟着他动容落泪 那就是在飞机水面迫降后 同时给萨利带来了最终生还的人数统计 对萨利而言 这一刻的信息超越过世间的千言万语 推荐指数四颗星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